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生煎生蚝 今天我买了10个生蚝 接下来我们把这生蚝洗一下 这肉很嫩 轻轻的用手摸一下 摸去那个壳里面的 那个碎碎的碎末 就可以了 这样就洗完成了 非常漂亮 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 我们调一个料汁 加两勺蒸油此油 一点胡椒粉去腥 料酒 加半勺排糖 加点清水 加一点蚝油 一小勺就够了 搅拌均匀 香煎生蚝就这么简单 先把生蚝控干一下水分 这生蚝的肉太嫩了 要轻拿轻放 吸干水分以后 我们再撒点淀粉 把生蚝裹点淀粉 煎的时候好煎一点 这样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锅上热后 我们加点油 撒点盐下面 以免粘锅 现在可以把生蚝加进去煎了 要用慢火煎 煎至一半 我们反个面煎一下 煎至两面金黄 差不多熟了以后 我们加点刚好调好的料汁里面 撒点葱花即可出锅 好了 我们今天这道生煎生蚝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先加一个尝一下 非常漂亮 嗯 太香 吃起来鲜虾美味又好吃 而且简单易学 煎这生蚝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下粉 这样煎起来会整个一个一个的非常漂亮 火不用太大 太大就要煎糊掉了 而且这个调料不需要放太多 因为这本身这个生蚝就有带点咸味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盐 一点蒸油尺油就可以了 加点胡椒粉 主要去一下腥就好了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就到这里